hello大家好 这几只娃可能大家很久没见过了吧 是我的just a girl 女朋友 我是有这些三只 这个娃呢 她之前是签了worldworks跑完公司嘛 然后出了就这种头发高光的这种 她的头的那个脖子是这种细的 是可以互换的 然后到后面她就签了 拍拍马特出了这种 这个脖子的大小就变了 但是这只也很好看 我买了之后才知道她是互换了 然后但是她高光还是保留着的 前段时间我其实是去年了 他们家签拍拍马特之后就出了盲盒 我看了像那个盲盒大小跟那个娃是一样大的 但是我作为古早玩家嘛 我还是对这种可以换头还有换脚的这种设定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去闲夜逛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一个卖家在出一只黄色的T恤的这个 今天到了 刚刚我拆开看了 是武侠的 然后是跟她一个系列的 这种长头发的这种家居服 完整的 然后是古早的版本 你看这个还写的toolworks的那个标签 现在已经不归这家公司了 然后不知道后期换完 她会不会再出大娃 但她们家的盲盒出的跟大娃一样大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作为古早玩家伙是很喜欢的 就是这一只 他们仨的头发是可以互换的 就很 她头是可以互换的 啊 她是反的 她好离谱啊 她 她最终是反的 就这样 哎呀这个胶真的很有问题 这个真的 换不了 好秀 就这样吧 就有个小贴粉 就是这只 我觉得她超级好看 就是个黄色的这一只 还有一个红色衣服的这种的 我觉得很好看 光内的特别贵 然后这是挺甜 一个三百多 然后这四只就到了 然后我还买了几只盒盒还在路上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一起补拍吧 那这四只女朋友 早上才收到仿色的那一只 四个都是大娃 然后呢 跟挤牙膏一样吧 今天下午又到了一个 然后还有两个明天才到 那我先拆这个 这个是盲盒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干燥剂 有一个卡片 那就是这只 戴眼镜的 然后拿着法棍面包的 这只挺贵的四十多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就是它是必买的 所以我就买了蛋白的一只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画册 讲的就是小诺 去买东西的场景 很可爱 我很喜欢这个 这样子 叫Nori的早晨 然后呢 它这里一共有这么几种款式 引藏款是一个睡衣 然后不是隐藏款的话 有四个戴眼镜的 这只只想我买了 然后那个卖家 他说他找不到了就不卖了 所以我这边得了一只明天 还有这两只 都是眼镜款的 我没有买那个非眼镜款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 这个是开始未拆开 然后也是光面漆 很棒真的 跟它们几个在一起的话 大小是一样的 完全可行好吗 然后它超可爱 这个质感很好 我要去把另外那个眼镜的 一个收回来 那好吧 那就等明天的视频了 大家拜拜 这个东西终于到了 出来了 是这么两只 我们把它拆开 是这个紫色模一的 先看一下它的漫画 它是去吃甜品的 打开 嗨 让它的手 一个剪刀 一个石头 然后它的这个眼镜 是最特别的 别的眼镜都只是一个框框 然后里面有个小镜片 它这个是无框的眼镜 然后这个小毛衣 紫色的头发 下一个 当然是这一只 我觉得它也很好看 是一个和服的宝宝 这一只的这个包装袋 还是透明的 然后里面还有个饼 它在吃一个小松饼 小米饼 哇好可爱 虽然这个王的改名叫小诺了 但是它在脚底还有它的倔强 像是他二个儿 我最近晚上才发现了 像这种大娃 它的脚底是这样子的 它写的是 222 Kawaii Boworks这个跟大娃的区别是这样 这三只玩安全不愧 安全可以把它当吊卡来玩 那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在家里面吧 啊我太冷了 我到了一店小棉服 穿上小棉服 或者茶 配一个小零食 太舒服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